有点难 看 oc 哎呀 没关系 还挺大的 不小的啊 不小点猫 哎呀 好了又流浪了 我打开待着看了看看是个 是个猫 是猫 咪咪 大家看这连这小毛也放出来了啊 放出来了 我再告诉乱爬 别怕啊 这就是你的家 这就是你的家了 哎呀小毛也在乱叫 他们也害怕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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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这两只白色的小毛 给你们找个家 给你们找个家 别怕啊 小毛别叫别叫 他们都害怕 地方太小了 就把这两只放出来吧 这两只放出来 散养着 对他没怎么搁离 搁离搁离啊 看看有没有好些人 住养他 你看不 这里面乱撞 好了好了好了 开始吃饭了 开始吃饭了 别叫了 这智商真是让人看又老是挖挖挖不停的叫啊 快快快吃饭吧 吃饭了给你们找家啊 大家好我是小乐啊 我们现在开始给狗们改善伙食 改善伙食啊 今天吃鸡胸肉 饺子 现在我们正在压 正在压水 我们的水源就主要来自这里啊 这是一种 大家压得想起来 八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 小时候就用这种 井压来压去的啊 让我们压得想 想到了小时候 我们现在又开始用这种方式 开始去水啊 去水 正在添水啊 正在添水 今天也挺冷的啊 哇 这是我们的黄队长 黄队长现在穿上衣服了啊 在这边蹲着啊 嗨 出来吗 还真冷啊 他们出来了 你们看我们家的鸡下的蛋啊 下几个 卤花鸡蛋啊 卤花鸡蛋 他下的 卤花鸡蛋 哦 对啊 我说这公鸡不能下蛋啊 然后撑出一早一粮 他们吃的狗 一早和四个粮 他们吃的狗 就这样吃就要想起到 哦 挺好挺好 你说这公鸡要能下蛋多少 也要多 哈哈哈 公鸡是不下蛋的啊 正在烧火 给他们点点好吃 2023年专业就就剩了几个小时了 就剩了几个小时 然后呢 啊 往前的拉眼睛 小乐又按照平常的 习惯啊 每个月的为他们改善火 今天也不例外 再次来到了基地啊 为主持人改善火 今天请他们吃饺子和这个鸡胸肉 鸡胸肉 嗯 2023年过去就是2024年了 元旦啊 元旦啊 也要改善火 但是我们这次做的特别多啊 做的特别多 就是一次都做完了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 时间比较紧张 说真的 这现在小呆狗也挺多 嗯 基地狗狗也不少 嗯 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 去照顾他们 去照顾他们 哎 我也是希望北地能有个志愿者 2024年 能够出现一个志愿者啊 帮着我一起做 一起救 帮着我一起做 一起救 有的有的人说 哎呀 小姐 你怎么不找个对象 不找个媳妇啊 我可不找了啊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 接一次婚就行了啊 接一次婚就够了 我们这几年也偶尾了 我们这几年也偶尾了 也 不用带了啊 我也不想连累 谁谁谁啊 对吧 我也不想退连 那是个主意 2023虽然生活一地鸡毛 但是我相信 嗯 2024会看到没啥 先别叫了 小 公鸡在不停的叫 他在 他在说我 他在是不是在夸我讲的真好啊 哈哈 没有啊 咱们 好了好了 别叫 等我说完你再说 这么多话 别叫了哈 2023年 小乐 小乐 感谢 小乐 再说个 啊 啊 啊 别叫了 真的 小乐 小乐替猫孩子们 感谢 嗯 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每次在小乐 心情低落的时候 在我们基地 遇见危机的时候 总 大家总会有 总会是 总会伸出援手 帮我们度过一次次的 为心心为筷子 小乐在此 深深的 对大家说一声感谢啊 感谢 希望2024年 让我们继续坚持 不忘初心啊 不忘初心 继续 一力天行 不忘初心 相信一切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也希望我们能早一点上岸 从这个负债状态中走出来 我觉得 作为每一个救助人 不应该把生活过得全场了当 我希望 我们每一个心存善良的人 经济善良的人 都将会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生活啊 加油 2024 小2024看齐 加油 明镜与点点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在这 猫猫要被领养走了 要被领养走了 然后这个大叔他家养着啊 大叔他把龙子再给他们送回来 有家了 明明 下一期把龙子送回来啊